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收看你们一部小新点进来的 由人说外号盲生狙击手冷行乱玩瞎解说的游戏视频 看视频就来吧哥说游戏 这边呢咱们再次单人四拍来到了训练基地 前来寻找敌人钢枪 咱们落地之后呢也是直接捡到了一把UMP9冲锋枪 哎呦我去这边竟然有两名敌人同时与我降落 不过问题不大他们好像都没有枪 看到我之后呢他们两个也是吓得慌忙逃串 算他们实相要不然非得收他们一个称号不可 这个称号呢我相信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那肯定是落地成河啦嘿嘿嘿 好的我也是一路尾随来到了二楼 发现了他的所在位置 把他撂倒之后直接降气不死 满满 轻松拿下一个人头 上完子弹之后咱们继续找他另外一名队友钢枪 哟哟哟哟这名敌人看到我之后吓得也是躲了回去 既然他都跑到房间里面去了 那咱们就不那么出炉了 给他充足的时间让他做好准备 然后咱们再上去与他钢枪 同时呢咱们还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再次搜寻一波物资 虽然说咱们打的是单人四排 但是该钢枪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怂过谁呢 哎呦这刚上来就发现了一个倒地不起的小哥 这个界面里可以啊 还有一名敌人正在疯狂地与别人钢枪 咱们呢先再次上一下子弹 等待他下一次的出现 好的就是现在一波不开镜的压箱扫射 直接将其撂倒 以后机秒扫射不死 拜拜了您呆 好的把他们两个带走之后呢 这附近正然还有真正的脚步声 但是我这一身装备如果正面钢枪的话 肯定是会吃亏的 连一个头盔都没有 如果被爆头的话两枪肯定就凉凉了 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钢枪呀 不是我虫 咱们还是先搜寻一波物资吧 嘿嘿嘿 因为咱们现在缺少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不仅子弹不多 而且急救包绷带什么的都没有 哇转角竟然捡到了一个三气甲 地下我肯定是不熟了 咱们这就过去寻找敌人钢枪 来到房顶之后呢 就发现了一名敌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挂机的吧 不过问题不大 我感觉这主楼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敌人 算完子弹之后呢 咱们朝着天窗的位置过去看看 刚朝着这边走了两步 我的耳边就传来了真正的脚步声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一次咱们肯定能轰轰烈烈的刚上一步了 现在这边脏黄下四桌的情况 确定这附近没有敌人之后 咱们直接冲下去 哎呦这下来之后呢 也是有一个盒子摆在我的面前 哇 打开一看 打扰了兄弟 溜了溜了 这不是刚刚那个兄弟吗 他竟然蹲在角落里面一动不动 难道是在面壁思过 煎药的话就好办了 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顿疯狂出出 直接送他去做下一趟飞机 哎呦你还别说 打开这位小哥的盒子一看 他的子弹还挺多的 带走带走 通通带走 刚好舔完他的盒子 小弟突然又出现了一个脚印 无二话没说 直接朝着小弟房标记的位置跑了过去 但是冲区转悠了一圈之后 好像情况不对呀 既然挨了几枪 还是算了吧 咱们在这边再待上一会儿吧 看完这个止通药之后呢 咱们再整理一下装备 然后再过去找他钢枪 刚刚做的那几枪 肯定不是附近的这名敌人打的 如果是的话 咱们肯定跑不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在房间里面 可以放心的游走 哎呦我去 当我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 竟然和他偶遇了 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是响铁那位小哥的盒子 然而无视了我的存在 直接坐上了下一趟的飞机 现在他的装备都是我的了 嘿嘿嘿 你还别说是真的肥呀 还有一把98k呢 可以的 当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千万不要向他学习 看到小地图出现小鹰之后 万万不能填包 要不然就会像他一样 毫无反手之力 就坐了下一趟的飞机 所以说填包也是非常致命的 到了这里呢 咱们枪也刚了 盒子也填了 也是时候该给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赶紧点开我的头像查看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别忘记点个关注哟